第138集 全程搜查 他甚至算准了一号的自信和侥幸心理 以及我们的反应 第五轻柔轻轻叹气 若不是情报确凿 连我都会怀疑 就在万里之外与我为敌的 究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还是一个几百岁的老狐狸 这么精准的把握 这样的步步为营啊 不错 我们虽然知道一号出了事情 但却相信一号不会说什么 而且楚言王对一号的网络一动未动 这更加确定了我们的想法 所以这个圈套 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栽进去 韩不楚也塌了口气 就算楚言王不知道一号与项爷的关系 但他所做的这些布置 却也已经足够了 然后他掌握了一号之后 就感觉到捉襟见肘 因为他的实力并不足以对付我们后续的计划 这件事本来就是楚言王在冒险 本来以他的胃口还吃不下鹦鹉法这条大鱼 但这个时候 却正好是运气使然 有一个中三天的世家到了那里 这才让楚言王绝处逢生 他不遗余力的利用这个家族 接二连三的栽赃嫁祸 利用一个完全蒙在谷中的超级世家 完全不用他自己的力量 却让我们晴天之著的两位王座身受重伤 到了现在 楚言王的第二步计划已经全部完成 他的这第二步计划才是苟鞍 第五轻柔深深的叹了口气 下一步 他定然会启动全部力量 对孔英二位王座全力围剿 希望云鹤能撑下去吧 苟鞍 含不除不解 不错 金马骑士堂一共四位王座 如今等于是被废了两位 剩下的两位 需要维持整个金马骑士堂 绝对不能再出去 这样一来 楚言王就可以趁着这段时间 发展补天阁 打造铁云 争取世界 楚言王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只是为了争取这段时间而已 第五轻柔不由得叹息 而他之所以要争取这段时间呢 是因为最多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铁士城就撑不住了 到那时 铁云国必然乱象分城 而楚言王在这个时候 接连不断的对金马骑士堂重击 到铁士城死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能组织最强大的暗杀和刺杀人手 去破坏或者搞什么其他行动 纵然我们那时的力量削弱一分 对铁云国也是莫大好事 更何况是如此重大的损失 虽然本座不想承认 却也不得不承认 这段时间 楚言王已经争取到手了 韩不楚心中一震 他已经将楚言王 跋升到了极高的地位 但却是还没想到 仍然低估了他 这一步步走过来 楚言王的每一步 都是为了下一步做准备 步步为营 环环相扣 却又是随机应变 步步推进之下 竟然使得整个形势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不过仅仅这些还不够 远远不能动摇我们金马骑士堂的根本 所以接下来 楚言王必定还有后手 第五情柔苦苦思索 下一步 楚言王的手应该就能伸到我大赵的境内来了 在他出手之前 根本无法预测他要做什么 相爷 难道这位楚言王就没有一点弱点吗 弱点 这位楚言王虽然智慧不错 弱点 却也不少 他的弱点 就是爱出骑兵 令人出乎意料 这样的性格 必定喜欢冒险 这样的人 崛起会很快 但是一旦失败一次 那就是万劫不复 骑兵突出 只有两种后果 一种就是大获全胜 另一种就是全军覆没 对付这种人 需要耐心 只要抓住一次机会 就足够了 还有 楚言王虽然有言王之称 但他却不是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骁雄 正相反 铁补天是一位英雄 而这位楚言王 居然也是 若不是 那么楚言王 位在铁补天之下 定然有冲突 英雄可以在骁雄之下 但骁雄 却绝不会干预 在英雄之下的 第五轻柔不再说话 而是又倒了一杯酒 慢慢的喝了下去 空中弯月 慢慢息疑 凉亭中树影婆娑 也在缓缓移动 我要亲自写信给铁补天 将一号的家眷迎接回来 第五轻柔连续喝了五六杯酒 突然静静出声 这个铁补天 未必会答应吧 韩不楚心中一阵 第五轻柔亲自写信 这是一种态度 也是将自己送到了铁补天的手中 让铁补天 有折辱的机会 会不会大损微信呢 铁补天会答应的 第五轻柔淡然说道 传令懂无法 让他在最短的时间里 以最快的速度 大兵进攻 不惜一切代价 连下铁云两撑 打开铁云门户 我会告诉铁补天 若是他送还家眷 大赵将会退出这两城 韩不楚心中一阵 却不敢说什么 这分明就是第五轻柔 在暴怒之下的轻率决定 由此可见 一号的死 对他的冲击是多么巨大 这将是我第五轻柔一生中 最后的一次意气用事 第五轻柔扬手望天 静静说道 而一号 值得我这么做 韩不楚终于明白 第五轻柔一生之中 最重视的人 或者就是一号 或者说 只有一号 能够让第五轻柔的情绪 如此失控 但是一号现在已经死了 所以 第五轻柔用这种决绝的方式 与以前的自己 做一个告别 一场大战 两国之中 不管死多少人 死什么人 这些人 在第五轻柔的心中 就是给他兄弟的陪葬 也是对第五轻柔过往十年的殉葬 今后的第五轻柔 将更加没有任何弱点 这次冲动 看似是轻率 实际上 也是震慑 而且韩不楚相信 第五轻柔定然还有后手 云鹤在铁云城 不是长久之计 若是两位王座重伤未遇 就被搜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啊 第五轻柔的眼中 已经献出了思思醉意 点点血丝 但思路依然是清晰无比 他断然说道 一场大战 就是我的警告 一封书信 就是我的心意 解释 就会有云鹤光明正大的 接送一号家眷回国 普天之下 谁敢挡 谁就灭 韩不楚 冷汗沉然而下 难道 那里一号的家眷 竟然是真的家眷 韩不楚根本想不明白 一号那种人 为何会做这种傻事 一号在去之前 就已经破釜沉重 第五轻柔的眼中 献出一丝伤感 我会将他的后人 好好地抚养成人 韩不楚 默然不语 这一点 任何人都不会想到 就连楚阳也没想到 唐先生留在铁云的妻子儿女 竟然真的是 他的发肌 他的血脉 这个人 真是个疯子啊 铁云城已经完全变成了沸腾的一锅粥 到处都是菜市场一般的沸腾洋洋 不得不说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群众的智慧也是无穷的 楚阳的命令下发之后 三位黑社会老大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 然后就想出一个极为稳妥的办法 将整个铁云城分为东西南北中五片 精确到哪条街道 哪一户人家 然后各司其职 将这五片之中的外地人 整个的赶珠一般的赶到一个巨大的空地 然后 程子昂大人配合京城各大衙门前去排查 排查之后的单独归轮到一起 又嫌疑的直接带走 如此一来 全城爆发了无数的乱子 不过也确实揪出了不少奸细 有些心理素质不怎么样的 就开始暴动 然后被擒获之后 这些人既然定力不高 又贪生怕死 口风也自然就不怎么言 这就开始了顺藤摸瓜 一串一串的往外抓 在这样的过程中 居然抓到了一位银马骑士 这倒真是艺术了 铁云城警备军队 加上治安军队 王城护卫军等等 将近二十万人参与了这次行动 眼见的搜索范围 在两天一夜之中 居然缩小了一半 现在又已经到了半夜 却都还是在加班加点 尤其是那万语小混混们 更像是吃了春药一般 嗷嗷叫着精神百倍 连城子昂的两眼都熬红了 三位黑社会头子 居然还是精神抖擞的 情势越来越严峻啊 如此下去 恐怕不到一天的功夫 就会搜到我们这儿 陈云鹤在临时藏身的地方 皱紧眉头 苦苦思索 因无法 因为灵欲身的强横要效 已经恢复了三成功力 而恐伤心的功力 也只恢复不到三成 两人面对这种情况 都是一筹莫展 若是只有他们两人 那倒好说 但现在是 一共有五六十人 在这样的搜查之下 实在是显得目标太大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再度化整为零 陈云鹤慢慢说道 所有人再次分散开来 躲开对方的围剿 就算被抓住 也会是人数不符合 而且证据不足 总有释放之 那不幸 内尔的力量一分散 岂不是更加成了 待在羔羊了 尹无法在一旁说道 以我之见 不如今夜 初围出去 初围 陈云鹤冷冷说道 二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这又是铁云京城 属于铁云国腹地 你居然想要 一路硬闯回大兆吗 按程大人说的做 孔商信闷闷说道 突围是绝对不可行的 就算是九级黄座 在这二十万大军中 恐怕也会活活的累死 更何况我们呢 程云鹤紧皱眉头 我这个倒是好说 我是个读书人 没有武力 他们怀疑不到我身上 可其他那些人 就实在是 绝对是重点被怀疑的对象 只要有一个沉不住气 那就是万事俱修啊 尤其是你们两个 这容貌之上就太明显 而且又受了这么契合的伤 一旦被发现 情况十分不妙啊 倘若两位王座不介意的话 就藏在这位统领的地窖里 怎么样 孔伤心和鹰无法同时翻白眼 程云鹤这番话 其实就是说给他们两人听的 也就是说 这两个人自斥身份 才有最大的可能沉不住气 两个人都是王座身份 何等尊贵 岂能像老鼠一般的躲进地窖里 所以他才提前做着工作 只是暂时躲避一下风声 程云鹤道 也好 孔伤心皱着眉头 老子在上三天被人围剿了七八年 早他妈习惯了 我也是 当年为了刺杀 粪坑我都躲过 鹰无法憋得气 愤愤地说道 程云鹤终于松了口气 他们躲藏的地方 正是整个铁云城最中心之处 距离皇宫也不远了 所谓灯下黑 就是这个道理 第138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